臺灣最有才華的劇場導演之一 他也是2015年即將開始的臺灣國際藝術節 唯一在國家劇院代表臺灣取得上士比亞的茶三區的導演之一 也是臺北電影節的卓越貢獻獎得主 是前中影公司製片廠的廠長 現任紅海三創演員的總監 未來臺灣有能大業就掌控在他手裡了 各位多認識一下 包括兩座最佳姊姊 還有一座年度結束臺灣電影工作者 他的得獎作品包括雖然之光沒有一年之初 也是臺灣的國家唯一獎的得主 今年好不榮譽終於他沒有片方 請他來當評審 大家都講的小金老師 他是進去獎最佳獲取人獎的得主 他也是第一位就是憑著紀錄片入圍金馬獎被一家原創力配樂的音樂人 他曾經以《被遺忘的時光》入圍過金馬獎的最佳的音樂獎 五位的金馬獎主帝跟女后 他個人也曾經以藍語獲得金馬獎的最佳導演 他所知道的《三地女人的故事》 知情人數金馬獎史上得獎最多的一片 總和倫的身份太多元了 歌手、導演、演員 他曾經以金武家庭入圍香港的金像獎最佳心境導演 也曾經以天下大同得到金曲獎最佳MV錄影代的導演 金馬獎主帝